Nithiandam,大家好,我是Mani Tia Kaila Sananda 我的师父尼西亚南达大师是印度教最高教皇普世灵性导师尼西亚南达Parmashiva上师 在这个录像中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些有关圆满的认知 也就是说在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其实有非常多的事情 有非常多的不幸不圆满和让我们值得悲伤或者是愤怒或者是恐惧的事情 所有的这些看似都是事实 包括我在昨天跟大家分享的有关财富显化的不逻辑的背景 也是要让所有的同修能够从自己的二元逻辑当中走出来 因为我们的逻辑只能看到局部的现实 它不是世界的真相 所以这个想法是所有的人都要去强烈的让自己去用来实践自己人生的这样的一个法则 比如说当你在跟一个人吵架的时候对方在责骂你或者他甚至大打出手这样 这个绝对是他的错误 但是如果你只是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个事情呢 那你永远就只是陷入在幻想当中无法自拔 如果你认为呢 比如说你明明做得很好但是被老板辞职 或者是你一生都没有想要害人的心但是却被人害掉 做的这些时候呢 看似它都是事实 这用逻辑来讲都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事实上呢 这就是问题的所在 也就是说呢 世界不是你的逻辑 世界完全是高于你的逻辑的 在今天呢 我和一个工作人员在聊天的时候 他就是在跟我抱怨说身边所有的这些不圆满的现实 他说的所有的问题呢 都是事实 全都是我眼前也能看到的现实 我也完全同意呢 这些都是问题 但是呢 这个话题不能用这样的一个结论呢 就去收场 最最后呢 我只是告诉他说 你说这些都是现实 而且这些问题呢 确实是需要去解决的 但是呢 我们内心的空间 这个圆满呢 是最重要的 也就是说呢 人生所有的一切 不管是我们认为好的或者不好的 其实都是好的 也就是说 他都是为了我们的这种圆满 你能不能从人生所有的一切 的现象当中 找到圆满呢 这才是你生命的 唯一的意义 而不是说去责骂这个现实 或者担忧这个现实 或者是因为什么样的事情而觉得愤怒 所有的这些呢 像他讲的所有这些问题 其实都是我眼前也看到的 是让我觉得也 从他的逻辑去讲的 确实让人非常的悲痛的 然后也甚至让人愤怒的一些现实 但是呢 我们的人生不是只是停留在这里 真正的解决方案呢 是我们内心 不管在任何现实发生的时候 都要寻找的那个圆满 所以最后我就跟他讲 我说你说这些都是对的 然后呢 你现在也不需要去 为自己无法去改变这个现实 而觉得无力 觉得这个 在这个现实面前觉得心痛 你可以放下所有的 所谓的四大原则 在这个时候 你可以放下你所有的这个 一致性真实性或者责任感 你不要去想这些事情 你现在只是要找到 你内心最终极的这个圆满 如果你不能在你刚才讲 这事实面前圆满呢 你现在唯一要做的是 内心的圆满 你不需要去做任何事情 然后他就用一双不解的双眼 看着我 事实上这就是我在这个录像中 要跟大家传递的讯息 这个世界存在的唯一的走向 或者进化的方向呢 就是我们与源头的合一 也就是说呢 我们内心的这个圆满的状态 所以呢 这个是所有的一切的发生 它唯一的目的 我们的人生当中 不管遇到任何问题 人生都只是为了 让我们走向这种圆满 所以呢 遇到任何的问题 在我们做出判断 或者反应 或者有任何的情绪之外呢 我们一定要有一个觉知 就是我内心有没有圆满 这个才是唯一衡量 我们存在状态的标识 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这种圆满 那如果我陷入到了这个现象 没有找到这种圆满呢 那就有问题 所以这是我跟他讲这段话的原因 也是为了 也是想要跟大家分享这个体验的 这个背景吧 想要跟所有的同修 大家讲这个事情 你可以看到世界上 有非常多不幸的人在受苦 包括你自己被不公平对待 所有的这些 人生发生所有的事情 都是我们要找到内心的那个圆满 所以从现在开始呢 你要去衡量你的人生 你的态度正确与否的 唯一的标准 就是你的内心有没有圆满 而不是这件事情伤害到了谁 或者他的对错 我没有说我们不需要去拯救人类 或者是去做自己该做的 用四大原则的这个法则去丰富他人 我只是说当你有了圆满之后 自然而然的 人生的一个新的现实 就会揭示给你 那个时候你可以告诉我 你学到了什么 人生在跟你揭示什么真理 为什么这样 对这个世界是最好的回报 感谢大家收看这一期 你天当灯 感谢大家收看这一期